红龙梦志,舔狗贾瑞,话说贾瑞是何许人也,贾瑞是贾府医学俗贾代儒的长孙,是一个小人物,但他欲望却不小,要吃就要吃最辣的,这不看到王熙凤往亭子这里走,赶忙跑过来假装偶遇,像不像舔狗的小心机,先是把王熙凤吓了一跳,但很快王熙凤就识破了他的小伎俩,三言两语就摸透了贾瑞的小心思,本想一两句打发了他,奈何贾瑞就铁定了要当舔狗, 一个劲地黏着王熙凤,人计场上叱咤风云的王熙凤心生一计,倒要看看贾瑞这个舔狗当得合不合格,只是用手随便搭了一下肩,就把贾瑞弄得心痒痒,再趁机来个回眸一笑,贾瑞就以为自己已经弄到手了,贾瑞不知王熙凤是这样看自己的 哪有这样禽兽的人,如果如此,即使叫他死在我的手里,他才知道我的手段 趁贾瑞不在家,贾瑞想来找王熙凤约会,对着王熙凤就是一顿甜言蜜语,在气势凌人的王熙凤面前,贾瑞就是活脱脱一个小田狗 今儿见嫂子,是个能说能笑,最疼人的人,怎么不来死了也愿意 你该走了 让我再坐一会儿吧 好狠心的嫂子 来 王熙凤有心想整整这个一门心思想当甜狗的贾瑞 就说晚上半夜要在川堂里面优惠,这可让贾瑞心里乐开了花 到了晚上,贾瑞果然来到了川堂 要知道这已经是冬天了,晚上得有多了,贾瑞是左等右等,左顾右盼 就是不见王熙凤来,川堂两边的门都被下人都锁上了 他是等也不是,想回去又回不去 动得跟狗一样,心里还想着王熙凤 须不知这一切都是王熙凤耍他而已 好不容易第二天一大早听见开门声 贾瑞士总算可以逃脱这个窘地了 本想可以把王熙凤弄到手,却不想自己成了王熙凤的玩物 这就是甜狗的下场了吧